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使得联邦调查局 应该使得特别检察官发力 这里他提到说实际是真的川普内部出现了一个出卖者 这个人叫科科恩 又是川普的律师 又是川普的律师 所以这个川普的律师在大陪审团在进行听证的时候 他放弃了客户跟律师的条款 他就把川普给卖了 所以相信包括那些录音 就是他对这些与答案相关的录音 是由他提供的 由他提供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那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川普这个嘴巴呢 说一些没有用的 说一些没有用的被坏人所利用 他身边总有出卖者 永远会有出卖者 这个但是永远会有出卖者 这也蛮奇怪的 其实我个人看到很多历史故事当中 很多故事当中 那些最终有名的人身边总是被出卖 所以但是呢 即使被出卖他也不放弃 甚至呢 有些好人即使被出卖 他也不放弃他的善良 耶稣其实就是被出卖 不放弃他的善良 那去展现了一种生命的价值观 当然这种生命价值观 在现实利益当中太 我觉得太难了 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川普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 所以这个巴尔是称 川普遭遇的麻烦最大 就是这一次遭遇的麻烦 几乎难以脱身 而巴尔呢 就故意 巴尔是站在对方一方 故意嘲讽川普 那意思 川普在劫难逃 这是巴尔的看法 所以巴尔认为呢 那他的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档案 就是宣告书 特别检查官的宣告书 非常详细 非常详细 指称了川普是哪里犯罪 那他涉嫌就是卖国间谍 但他并没有做 对不对 他只是拥有这些文件 那卖国间谍那是延伸下去 这个故事是这样 所以那川普在法律上 那川普就遇到了麻烦 应该这么看来 就是说 这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大麻烦 那他就在星期五的时候 有两个律师离开了他 他一共主要有三个律师嘛 有两个离开了他 到现在 我也没有任何报道 说谁是他的新律师 但是川普在这段时间里呢 就一直找这么个人 就是照片里这个人 照片里这个人 是他原来的 是原来的律师 叫做罗毅科恩 我们就介绍这个故事了 罗毅科恩 罗毅科恩实际是当时川普 拯救过川普 罗毅科恩在当时的美国呢 是非常有名的 以不择手段的方式 达到自己目的的律师 大概一九七几年 就进入了川普的团队 源于当时呢 川普跟他父亲 遇到了有关种族的问题 因为他在纽约搞房地产 反正遇到了种族的问题 那结果就非常棘手 在这个背景之下 在一个私人俱乐部 遇到了他 而这个人当时呢 比较有名的是 美国在经历麦凯西年代的时候 他站了头脚 所以他的特点就是 不择手段 凶狠 甚至残暴 很多人把他称为叫恶霸 就是恶霸律师 就是凶恶男孩 是这么来形容他 那他出面之后 替川普打官司 一下就赢了 结果后来呢 又替他就跟川普就联手 后来比较厉害 就是替川普做了一个 打赢了一个免税的条款 大概为川普免税四亿美元 那而且呢 他恒贯的时间很长 是跟纽约市有关 纽约市的主管财务的副市长 在他离职前 签署了那份文件 所以这就是当年 帮助川普打赢的 那这个人已经死了 没了 所以川普很喜欢这种 你可以把它解读成教父式的 在教父这个电影当中呢 有一个Michael 那Michael本身是律师了 所以他采取的手段 就是 其实很多下达的命令 是Michael下达命令 那当然他是跟老交付 有所有所沟通之后 类似 非常类似 所以川普就在说 他在寻找这么一个人 那这个人能够像他的恩师一样 当年的恩师一样 能够打败 就是应对跟打败 现在的这个凶狠的人 因为现在的史密斯呢 同样是以凶狠为著称 面部表情 凶狠 残暴 极端 憎恨川普 你要 你要用憎恨这个词 所以他只能找到一个对等的律师 才能跟这位检察官能够 能够抗赫 这个东西很简单了 那就看他拿出来 因为 状子已经出来了 这个律师要阅读他的状子来 来对付对方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这种case 有上诉的可能 因为呢 当初呢 我们看到的另外的case当中 交叉火力当中的 达勒姆的案子当中 没有上诉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故事 这篇报道就这么个报道 所以到现在 他的新律师没有出现 但他希望寻找这么一个 恶霸式的律师 来打击今天的史密斯 这就是川普期待的 那而问题出在于 是他自己的律师 给了司法部一个起诉的路线图 他残酷就在这里面 那残酷在这里面就是 这里面说 就是出卖者了 真真真正正的出卖者 他这里介绍这个科恩 科恩当初帮助过南西里根 里根总统太太 那他在就是 帮助南南 帮助这个南西里根的时候呢 他的比较有名望的东西 就是就是名誉手段 那里面 最该死的政治 证据来自于科科伦 不是科根科科伦 科科伦在跟大陪审团调查中 放弃了律师跟客户条款 所以就给了检察官 一个建立案子的路线图 他的麻烦就在这里 里面就大面积介绍 这个科恩如何如何 那我个人觉得没什么了 我个人觉得在这篇内容当中 大家知道川普的难处 川普的难处来自于自己的律师出卖 而他需要一个那样的律师 到现在没有出面 他的根根结呢 我只能说是命了 真的 说句不好听话 川普自己的 自己的一些生性特点 成为了他致命的弱点 而所有对他打击 就是这种残酷打击 都跟他的生性习惯有关 都是本不干 就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而出的毛病 这段录音的关键 我们刚才上期节目中用 这段录音的关键 是当时川普 在他当着自己的律师的面 吹牛 说我手里有攻击伊朗的计划 那是军事计划 那是更高机密的机密 那我有这个计划 我有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我离开白宫的时候 我没交回去 你说这个干什么 所以那结果被这个 柯格伦给录音了 那柯格伦就给拿出来了 这是川普 川普没有能力去反驳 自己的录音是假的 我们在节目中还跟大家说 我这东西搞不去 我期待是一种假的 AI做的或者怎么样 都有可能 那到现在川普并没反对 而且举证的人已经出来 就是他自己的律师 这次的麻烦 那你能怨谁啊 对不对 当初在2016年 就是自己的律师 那个人叫柯恩 这个人叫柯格伦 他斜了门了 所以这是一个前后对应 我跟大家解释 这是一个前后对应的 前后对应 当然人说 人自有天相 什么这个哪 我自己依然认为啊 咱这么讲啊 有些朋友不一定高兴啊 在川普以这样不能够 就是在自己生性特点中 这么明确 而屡屡遭对方黑手 而自己却不去 有意的回避的话 有意的约束自己的话 这不是件好事情 在真正作为一个君王君主的话 不应该是这样 说句心里话 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最后这件事情会怎么样 不好说了 真的现在不好说 因为他的证据的本身 就是我们这么讲吧 作为今天的史密斯 以这样的方式去告川普 他的总体作为川普 作为总统来讲 史密斯是非常邪恶 是非常邪恶 那他不足以 因为他不足以证明 川普总是间谍 不足以证明 川普在卖国 都没有 他只能说川普有这份文件 但是用了川普的话 却证明 川普是故意把文件拿走的 而没有把它去解密 里头明确讲说 那文件没解密 现在我想解也解不了 都是川普自己的话 就把自己原来的话 就给否了 所以问题是出在这里面 出在了一个法律游戏上 法律定罪游戏上 但这个东西呢 不应该去治川普的罪 因为你没有证明 川普给国家带来伤害 而拜登是直接给国家带来伤害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但是川普的麻烦 是自己毫无价值的表达 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所以我们就看天意会选什么样的人了 不应该是复杂